OdioJungle OdioJungle 近日,三亚海事局官方发表声明称,穷航警0050,南海军事演习结束,撤销2018年,穷航警0048, 这次演习指的是原定于4月11日起,共累计三天的海上军事演习,但中国海军竟然依反常态地提前地取消了海上演习,并在12日早上,进行了海上大阅兵,图文埃德南海阅兵中的辽宁号航母。 据相关军事专家推测,中国海军此次提前结束位于南海的军事演习,很可能是受到了目前紧张的国际局势影响。 地中海地区,美俄两国的舰队是无前例的,进行了最高等级的战斗准备,随时准备出航行动。 再加上在叙利亚这个博弈桌上,两国矛盾不断尖锐化,俄方甚至声称,不排除使用核弹攻击美国军队的可能。 由于贸易战,世界各国都开始将注视目光,转到了位于东方的中国,而中方提前结束南海演习,并于18日在台湾海峡附近进行军事演习。 很可能是向传达以下几个信息,演习区域首先,面对特朗普数日前在推特上发表的谈判请求,中国政府这次离开南海,很可能是想做出混合姿势,是目前部署在新加坡的罗斯福航母编队尽早离开,并为中美两国尽早结束贸易战做出积极努力。 但在台湾海峡附近行军事演习,很可能是想要告诫美国方面,不要妄图以台湾问题,作为要挟中国的砝码,人民解放军有信心,也有能力解放台湾,并已经做好了完全的准备。 目前美俄两国在地中海的舰队部署二,中国海军将于18号举行的演习,很可能是一种针对于台湾方面秀肌肉的行为。 自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后,岛内台独分子日益猖狂,甚至公开否定九二共识。 除此之外,岛内所谓军事专家还在国际社会上大放厥词,声称台湾防御牢不可破,但实际上,每次解放军在台湾附近与军事行动或是巡航活动时,岛内的蔡英文政府都会摆出一副如临大敌赛态势,生怕被解放军斩首。 图为编队航行的中国海军航母编队,中国始终是爱好和平的国家,中国政府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,中国没有兴趣,也不会参与尽所谓的大国博弈。 对于某些媒体刻意重伤我们人民海军的行为,我们不必去理会,因为台湾自始至终都是中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 台湾问题始终是中国的内部问题,任何国家或个人都无法阻止国家统一的进程。